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1月6号周六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北岸春晚2024将于2024年1月27号举办 欢迎小伙伴们参加北岸春晚的 一工服务工作 奉献爱心 贡献力量 小熟豆的亚买加假期 总是会成为加拿大人茶余放后的佐料 原因是这一家人度假总会花纳税人很多银子 但是还要百般抵赖 2022年总理一家去亚买加的圣诞假期 花了纳税人16万家刀 包括旅费和安全保障 以及随行人员费用等等 就曾经遭到加拿大人的批判 本来就被纳税人紧盯着 反对党拿小本本记着 这两天总理本人和总理办公室继续忙着撇清 结果今天又爆出幺蛾字 送他一家去亚买加度假的加拿大空军飞机 又坏在当地了 加拿大总理则被迫再一次滞留他国 加拿大空军表示 总理一家去亚买加度假准备回家时 飞机出了故障 空军必须再派出一架专机 带着维修团队去亚买加修理 最后小厨豆和已经离婚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安全度假回国不表 但所有这些旅程的额外开支 还是要由加拿大的纳税人小伙伴们分摊 终于有点雪留在了温哥华都会区本地的山顶上白雪挨挨的冬天的感觉 昨天一天的雨没有白下 随着寒流的到来 除了给本地山峰披上银桩以外 滑雪圣地威斯勒小镇也迎来了20厘米左右的新雪 孩子们都希望赶在新年假期结束之前去滑滑雪 提醒大家海天公路路面湿滑 一定要小心驾驶 据央视网报道 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将于2024年2月17日至2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 目前十四冬的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长春藤一百教育 专业赛特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ki团队特别支持播出